我們拿兩個場景來看 一個場景是 因為前面不是一直馬總統說 我大門為你而開 OK 都敞開的 一個場景是 如果主席也願意說 好沒關係 為了台灣民眾 我就來 來了以後 就跟馬總統講說 內閣的表現 你覺得這樣子OK嗎 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換內閣 另外一個就是 國事會議 年金問題這麼嚴重 要不要召開 另外一個場景就是 十幾萬大軍列在後面 1月13號 帶著十幾萬大軍 然後在那以前 就直接 直接對著總統府說 如果 我提的這三個 你答應 這十幾萬大軍 撤 沒關係 但不答應 我就一定上進 這種感受 就算您是 如果今天是您 議題而出 是滿有 總統他假設 他們是在意 他們是主席 他這樣講的話 你也不會答應 我們常常講 城下之盟 這種感受 很難接受吧 現在還沒有十幾萬大軍 你如果是已經說號召 現在也還沒有到城下 現在都還沒有 1月13就已經近在眼前 所以請他閒來熱馬 對啊 你看人家 你看 我們看看 總統制的美國 貴為美國總統 他都要回應民意 他都要跟在野的 共和黨合作協商 我覺得我們這個馬總統 好像就 只要完全執政 不願意完全負責 也對人民的感受無感 也對在野黨的呼籲不理 這是他的 他這樣 其實馬總統 在全世界的國家領導人裡面 他是最有力量 也是最有機會 做很多事情的人 你看 他在國會是絕對多數 連歐巴馬都沒有這樣 可惜的是 他確實沒有跟民眾站在一起 對民意無感 對在野黨 他就是這一副 老是在媒體換話 來啊來啊 馬書會啊 結果那個都是在媒體的 你就哪怕昨天晚上 他發的新聞稿 只有有新聞稿 只有媒體知道 我們也是透過媒體 才知道原來他想 跟我馬書會 這樣嗎 所以你剛才講說 大軍到城下 這樣 那我再換另外一個場景 也請你體會看看 如果一個人 老是從媒體換話 說他想跟你見面 跟你喝咖啡 你每一次都是從媒體看到 你心裡作何感想 這證明我們的媒體很發達 沒事就看誰 來 米鳳 主席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你也做過很多的行政首長 包括行政院長跟台北縣長 那尤其是台北縣這麼複雜 你都可以治理這麼好 那最主要就是一個領導人的問題 那現在在野黨只提出一個 所謂撤換內閣 那問題是整個國家領導人 不是在這個內閣的部分嗎 那你覺得就是光撤換內閣 就可以解決台灣現在的問題嗎 是不是有人提到說 是不是要直接提出所謂的 化免總統這回事 才能夠真的解決問題 那不曉得蘇主席 你對於這個訴求 你覺得怎麼樣 我謝謝您 肯定我在台北縣做的政績 其實我在台北縣 那時候面對的縣議會 65位議員 民進黨才16位而已 如果不能跟議會相處的好 如果不能尊重在野黨 那我相信我在台北縣做不出成績來 那我想今天固然我們整個總統是國家領導人 可是在執行工作面還是行政院長 那行政院長如果他整個團隊做得很強 那一定會做到相當的成績 可惜的真的是 你看連陳聰彥院長自己接受專訪 他都說他只能當艦長 他當艦隊司令他就沒有辦法 然後他說他做的痛苦不堪 我們很奇怪 馬總統怎麼不肯解決他的痛苦 那進一步來說 進一步來說 我們覺得 這個政府不但是被定調無能 而且對人民無感 在進一步是無責任 你看他以前 只要出一個大車禍 那部長下台 官員下台一堆 現在是出一堆車禍 沒有一個下台 這個變成一個無責任 然後其他 你看油電雙長搞出這麼樣人民痛苦 馬英九都承認是失敗了 但是沒有一個人負責 現在這個政府已經變成無能無感 無責任才是更糟糕 所以我們說 換內閣其實也是要求他 負起責任來的一個 那您剛才講到罷免 我們都知道 依據目前憲法規定 罷免是要滿一年 同時要立法院三分之二 立法委員通過 才能成案 不是用人民連署的 那成案以後 才出來讓人民投票 這是憲法這樣規定 那我們覺得用馬英九 總統現在來給他講罷免 我們當然知道很多的人民 他說我還要讓他做三年多 好順不了 那不只是我大 很憂心 那如果我講一個話說 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就是民意政治 一個民意低以18%的總統 就應該自己知道羞恥 應該下台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講 對 對不對 我想所有的人民 一定會講對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個話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 就是民意政治低以18%就下台 這個我也會講對 那這個話你以為是我講的嗎 馬總統講 這個話是馬英九總統 在2006年在彰化的市場廣場 自己這樣喊底下一直拍手 那現在他的民調已經低以18% 而且長期維持在13% 他講民主政治就是責任政治 就是民意政治 民調低以18%就是民意不支持 你就應該自己下台 應該要有羞恥感 這個是他自己講的話 不曉得他忘記了沒有 來 施誠 對不起 主席 我們說政黨政治 說得好聽要良性競爭 可是美國實施了200多年 這一次為什麼要合作 因為參眾兩院有兩個不同的黨掌握 所以不得不合作以免掉下財政懸崖 剛剛主席是談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國事會議 我很難想像 因為我們跑政治跑了這麼多年 我很難想像說 國民兩黨在開完一個會議之後 達成一致的共識 然後兩黨一起為這個共識 和諧完美而打拚 我想我感受不到那個畫面 那可能到最後開會的結果是 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然後台語說 累積行馬步 然後到時候說你看了 你不配合 你看你不配合 到時候又回歸原點 主席 大家對您的 就是說對您的普遍的就是 覺得說你可不可以說 有些自己可以先做了 譬如說我開個民間的國事會議 我提出自己的主張 現在舉個例子 要再健保大家罵翻了 說你這個補充保費 到底在幹什麼 那有一些 包括一些所謂年金的改革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民間 你自己本身 召開一些會議 把這些資源 因為我覺得在一黨資源很少 拿去上街太可惜了 可不可以拿這個資源 來做一些民間國事會議 然後提出一個 強而有意的主張 去直接監督在一黨 去嗆 對不起 嗆執政黨 這樣會不會更積極的逼 把人民帶上街頭 會更好一點 國事會議有成功的 當年李登輝總統的時候 開了國事會就成功了 所以國事會議要成功 絕對是要由政府來主導 因為只有政府主導 朝野參與 民間參與 共商國事出來的結論以後 推動起來才是能夠順利 然後同時才是有執行責 有責任 所以如果民間自己 開啟國事會議來 這個我們也開過 但結果就變成座談會 出來的東西寫得再漂亮 就變成賤言書 萬言書 因為執政黨 政府沒有參與 他不願意 他不是一起來做的 所以我們之所以苦口婆心 一直要求 馬總統主導 要召開國事會議 其實道理在這裡 至於你剛才講的補充保會 確實 去年郵電雙長 弄得萬物非常痛苦 不堪 今年一開年 就是補充保會 就是勞保也賬 各種又開始帶頭了 我們真的在去年 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就提出來 希望他不要實施補充保會 因為不但是違法 而且他沒有效力 並且他會增加很多行政成本負擔 可是他硬要幹 所以昨天我們在中常會裡面 通過決議 要求馬政府 我們已經要你不要實施 暫緩實施 你一定要做 那我們要求你坐下來 一定罵翻 如剛才實施所講的這樣 那希望你三個月立刻檢討 然後立刻停止 我們希望這樣 至於我們提出的年金制度 我們提出是由民進黨的智庫 我們的舊這個年金委員會 我們多少的學者專家 前政府官一起來提出一個 從社會學的觀點叫做 社會 建過社會團結模式的年金制度 當然我把它簡單 讓大家聽得懂 叫團結社會的年金方案 這個方案我們很完整 我們這個提出來 就最能解決年金的問題 解決現在要破產的這個 勞保相關的軍公教 各方面的這個破產的問題 進一步解決國家財政的危機 我們一定要讓年金 讓這個保險制度 能夠有效 能夠公平 能夠永續 最重要是要讓它能存在 因為這個如果真的不做 不只是國家財政發生大問題 而且眼看著十年內 就會大問題會破產 你看不要講別的 今天的報紙不是所有的頭條都是 已經有那麼多的勞工 已經去擠兌了嗎 去年光10月11月 就領走了700多億 這些勞工他們自己會判斷 他們怕 他們趕快把錢一次領出來 肉帶為安 可是這個錢領出來以後 他的後半輩子就沒有保障了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你馬政府 馬總統給人家說 沒有 政府一定負最終責任 你們已經用行動表示不相信你了 所以真的要趕快 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絕對不是你一個人 一個黨能夠解決 這個是誇世代的問題 誇黨派的問題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求開國事會議 其實不是我們好像要求他 如果 誠如你說的 作為一個在野黨 作為一個想取代他的政黨 跟他競爭的政黨 他做得越差 我們越容易打敗他 可是打敗他有什麼用 台灣如果也跟著完蛋了 沒有用 所以我們希望先救年金 先救台灣 而不是看他出球 如果主席 照您剛剛這樣講 民主黨已經有一份 非常完整的方案 就是年金這些的話 因為在1月中的時候 馬總統當初就講 而且他們講說座談也辦完了 所以1月中勢必他要出來 一個方案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如果當主席也講 對於民進黨的方案 這麼樣有信心 到最後決戰點一定 就在立法院 就大家把方案全部都提出來 在那個時候 包括學者專家 我相信大概都會看得到 把它併成一份方案 那這樣還需要開國事會議嗎 如果民進黨就這麼完整 然後反正執政黨也會提出來 大家就版本論版本 我們看到 我們的方案這麼樣完整 我們的方案從全面的來考量 而聽國民黨講 他現在說他還要提出來 可是他是針對勞保而已 對軍公教的他媒體 他不是全面的 進一步 他現在講 可是現在在立法院 眼看著就要休會了 1月15 1月中就要休會了 他什麼時候提出來 所以提出來的時候 不是立法院在開會 不是主持人你想的那麼美 跟立法院在開會 大家一起來 沒有 所以要等到下個會期 下個會期又到什麼時候 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 趕快來開國事會議 因為這個方案是這麼大 這麼複雜 問題是這麼嚴重性 需要各界 也不是只有這個朝野兩黨 我剛才還提到其他的政黨 包括社會各界的人士 而且這要大家坐下來 平心靜氣 從各個方方面面來談 所以這個是公開的 那大家看 就知道哪一個黨提出來比較好 哪一個黨比較負責任 最後形成案子出來了 我們大家都在全國 大家透明化見證下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能夠 最有效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弄到立法院 又不知何年何月 又要拖延 又要協商又要什麼 最後又不一定是好的 又如果像國民黨最近這幾次 他不是硬拗的那種 什麼勞保補充保費 不是像正所稅嗎 每一個國民黨通過的 最後都一片麻煩 剛才才說一片麻煩 所以我們才說 應該大家一起來 OK 來 書記 我想請教113 人民火大遊行的問題 其實你就我看來 民進黨提出的三個訴求 其實蠻具體的 如果處理不好 可能搞不好 原本是嗆馬的聲音 有可能它最後 它會反過頭來 它會造成 反而會對民進黨不滿 那我不曉得主席說 黨這邊有沒有規劃說 有後面 遊行之後 有沒有具體的行動 這遊行它是個開始呢 還是它已經結束了 OK 來 主席請 我們這一個遊行 就是為了這三個訴求 謝謝張臺連放說 非常的具體 那我們很希望 這三個訴求 都能夠完成 都能夠達到 包括如果現在達到 我們就不用上街頭 我都公開提出 這樣子的訴求 那進一步 我們群眾上街頭 是展現人民的力量 我們很希望馬總統 不要複視 或者的話 誰可再周 也可覆周 誰要怎麼樣覆周 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敢先講 但如果魅士民意的總統 哪怕你是國家領導人 最後民意會推翻你 我們還是期待馬總統 這三點訴求 這麼具體 這麼清楚 而且你只要起心動念 念頭一決定 其實你都可以做得到 那希望馬總統做到 也不要欣負人民的力量 那也不要低估 民進黨會做這個 人民訴求 希望達到的決心 主持人你沒有預告 但是你的含義好清楚 對 來來來 北京預告 我如果說我的含義清楚 我就讓講得再清楚一點 是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總統也是人民選出來的 那選制的規定 有它一定的存在 我們都尊重 但我們也希望 總統要體認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您是總統 但人民是討價 不要惹火人民 所以民進黨會帶頭來 用這個罷免的連署 是這個意思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特別說 我們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苦口婆心 老實說人民要上街頭 不是今天 已經好幾個月來 甚至有人罵我 說蘇貞湯太軟弱 怎麼不敢上街頭 那我上街頭也不是要 好像只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說我敢上街頭 不是 民進黨在街頭長大的 民進黨不怕上街頭 但是我們很慎重 作為一個理性負責任的政黨 對上街頭我們是很慎重的 正因為我們提出這麼久 提出這麼具體 您卻能做到而不做到 還不理不睬 那我們只好和民意一起 一起上街頭 讓你知道人民的力量 但您如果還是如此 繼續高高在上 我再一次的強調 誰能載舟也能復舟 來 主席 我想這問題很簡單 就是其實現在老百姓 只有兩個字焦慮 他們焦慮他們工作不保 焦慮他們可能將來沒有退休金 所以很多議題都是偏向 比較是民生方面的 我剛才也非常意外 聽到主席說原來民進黨 已經有一個完整的年金制度 原諒我這麼說 其實我們仔細看 換內閣拼擊力是一個議題 然後反壟斷是一個議題 召開國事會議又是一個議題 這三個議題其實坦白講 是完全沒有相干的 因此我們過去再看民進黨 每次的活動 比如說反18% 那個勢力就起來了 就是任何的議題 它是非常精準地去說出 這個議題 像我們之前說 廢除萬年國會 群聚幾乎在火車站 那時候年紀還小 我那時候感受是很強烈的 果然這個萬年國會就結束了 我們沒有辦法感受到 民進黨火大 雖然這個活動叫火大 但是坦白講 以剛才主席的口氣 還是非常溫和 但這三個議題 完全沒有辦法撼動 像我們在坐計程車 我們剛才說計程車司機 他們空車的焦慮 我們去餐廳吃飯 可以看到餐廳裡面 沒有人的焦慮 我們跟所謂的餐廳老闆在盤的時候 電費很高 他們沒有辦法進去 沒有辦法負擔電力 他那種焦慮是很強烈的 所以也就是說 在這個議題裡面 坦白講 以我們從財經角度來看 我們似乎沒有明顯的看到 到底民進黨的主張是什麼 其實非常具體 第一個 換內閣具體嗎 非常具體啊 就要換內閣 就非常具體 第二個 就是駁回一傳美的交易案 駁回一傳美的交易案 就是反媒體壟斷 第三個 開國式會議 這三個不是很具體嗎 那之所以 三個訴求 而不是只有一個訴求 是因為 如你所說嘛 已經遍地烽火啊 人民非常火大啊 剛剛我很意外聽到主席說 您在民進黨裡面 已經有一個年金 這個名字都出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小孩 都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竟然每天在看報紙人 每天在尋找資訊 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非常意外 因為我們是 報紙有寫 就是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這個明顯部分是 我們 你不得到 你得到 所以 你不得到